金融大災民爆發 夫人都是在外套的 大量的現金甚至是用船運到海外 他們的資金是否還有更多外套的方法曝光呢? 哈哈哈哈 我自己不屬於什麼富豪 所以我自己沒有親身的經歷 但是我認識一些富豪 可以說富豪其實是最容易將錢偷偷回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最有效和最安全的資金流出的辦法 就是通過做假生意或者搬假生意 比如說我是一個有錢人 一個富豪 億萬富翁 所以我在中國有公司 我在德國也都有公司 舉個例子 我現在在德國也有公司 公司與公司之間經常會做一些貿易的 比如說我在中國大陸 我是開一個化學廠的 做化學產品 在德國我又開了一間廠 也是做化學 因為德國在化學方面 化學工藝是很先進的 很多德國的產品 或者德國技術 我是需要進口去中國的 給我中國的公司 但是這間德國的公司都是我的 我是大老闆 我跟這個德國公司的老闆說 就是我的部下 喂 我需要將我的錢 回到德國銀行 你每年 我們知道 我們大陸的公司 每年都要跟你採購 這個德國的產品 每年我知道 每年我們差不多都買 比如說 五千萬美金 五千萬美金的進口 以後 明年 如果那個價錢是五千萬 你就再加百分之二十 五千萬 那就是你只剩六千萬 所以下一次 明年或者是下一次的交易 本來應該是 我給你五千萬就搞定了 現在我給你六千萬 其實一千萬是我的錢 你收了之後 你不要放在你公司 你放在一個銀行 一個另外的銀行 然後我給你 那共產黨 監視的時候 都很正常 你家公司 去年 在中國 在德國進口了 六千萬 OK 六千萬 不是奇怪的 這些東西很貴的 他是不知道 其實是五千萬 這個是最安全 最快 還有 也可以用大量的資金流出 一做一宗生意 我就可以將一千萬美金 傳給 因為我一定要換美金 我給你的時候 我不會給人民幣 你德國公司 不接受人民幣 你接受美金 那我在大陸 將人民幣換了美金 我會給你 做生意 共產黨不會反對的 他仍然是想你做的 所以這個是最有效 和最安全的辦法 但是呢 不是每個有錢人 都在世界各地有公司 沒有公司就麻煩一些 他可以找朋友 也都是找過我 不過我沒有公司 有些大陸父母找過我 問我有沒有公司 可以幫他做什麼事 我就幫不了 所以他會問我 你有沒有認識人 你有沒有認識人 如果我認識人 我就幫幫忙 介紹 另一種辦法 就是剛才你也提到 有些人就是偷渡 將現金放在船上 通常飛機比較麻煩 因為機場的安全檢查 比較嚴格 大家要注意 因為譬如說你 你如果在中國大陸 飛去歐盟 或者飛去美國 你最多只可以帶一萬美金現金 你身上帶的最多是一萬 一個人一萬 所以不是很多錢的 另外你要知道 他們有很先進的儀器 可以測到 你不要以為我一萬 放在一個大箱裡托運 就沒事 不是的 所有托運的行李 都經過很多X光 或者其他的儀器 外線 他都不用開你的箱 甚至電腦裡面有一個人工智能 是可以識別到X光自拍出來的照片 電腦分析就知道 這個信封裡面包著的是現金 他看得出的 你怎麼包的都看得出的 那就麻煩了 他會把你的箱打開 充公 充公 並且罰款 甚至坐牢 我有一個大陸的朋友 他們當時是 可能不知道 去美國 你每天不可以帶過超過一萬美金 他因為不知道 他是忘記了 還是不知道這件事 他當時在身上帶了十萬美金 過海關的時候 在紐約過海關的時候 美國的海關官員問他 你有沒有現金 他說有啊 有啊 你帶多少啊 但是你那個 那個海關登記表裡 你沒有寫 他說你有帶現金 那他一打開箱 十萬美金的現金 哇 很可憐 他被海關抓了 全部充公 全部充公 還有他還要被控告 要偷毒 偷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搞這些 這件事很危險 但是我據我所知 有些中國大陸的富豪呢 就知道用船就好些 你可以一條小船去快艇啊 現在這些船很厲害的 小小的船都可以通過比較大的海洋 當然你不會去很遠的地方 你通常就是去附近 附近的國家 東南亞國家 你到了東南亞國家 那些國家什麼都好辦 那些國家的檢查 不是很嚴格的 那你就想辦法 去到那裡 就把你的現金 好像馬戲搬家 一個一個 將它換成 另外呢 很多地方呢 想賺人民幣的錢 例如在泰國 他們都會接受人民幣 理論上人民幣是不接受的 是不流通的 但是有些人為了賺錢 他賺錢的辦法是什麼 他就是給你一個很差的貨幣的緩率 比你少很多 他就用這個差距來賺錢 比如說一元美金 可以買到7.3個人民幣 那我就要求 我給你一元美金的時候 你要給我10元人民幣 那我每一個美金 我就給你賺了2.7人民幣 那我賺了那些錢 那些人民幣 我有辦法 我去大陸那裡 我去買東西啊 或者什麼 總之都有這樣的辦法 就是 唉 總之 中國大陸的人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這個防不勝防 習就很頭痛了 現在他很害怕很害怕 因為那個外資流失 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所以 而我覺得 這些個人 那些把那些現金偷偷運 那些是小數來的 最多的是做生意 做假生意 他跟共產黨說 我們為祖國創會 我們準備在歐盟 某某國家某某地方 做一個大的投資 那他們 大家 在中國大陸那些 握人文化 已經發展到爐火純青的階段 那你握我握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情況 尤其是做生意的 都是聰明的人 那他就跟你說 你願意聽的話 現在祖國我們號召 我們要打進西方的電動汽車世界 我也準備在德國 準備投資 一個大力投資 要見一個中國電動汽車的銷售點 在德國 我們要把汽車王國 德國打進去 在電動汽車方面 哇 習聽到會很高興的 立刻批准批准一下 你多少千萬億都可以 但是可能是假的 或者是 走資 走資 所以這個辦法 可以說共產黨是沒有辦法對付的 防不勝防 你唯一的辦法就是 不給外國投資 那就還炒 那就更加加速中國經濟的跨台 所以現在是進退兩難人 沒有辦法的 這些是自己自找苦吃 這些對我來說 一點都不是意外 是必然會這樣 我有一段 因為我認識一些富豪 他們個個都想走資 個個都想 無一例外 我最近還問一個 我說 是你想走資 還是你認識那些有錢人 都是這樣想 他說 我跟你說 我認識那些有錢人 很多很多 在北京 在上海 在南京 在廣州 到處都有 都是我的朋友 無一例外 是對共產黨 尤其是在習近平時代 失去信心 所以他們個個都想走路 他們的唯一考慮是 人先走 還是錢先走 這個富豪 這個富豪呢 這些富豪們 就是俯怒這件事 怎麼會避開這個中共 是怎麼呢 人先走了 錢先走了 是啊 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他們覺得 越來越 得人害怕 這個富豪都成為韭菜 他們國盾民隊 所以有時候他們不只是 他發覺 他們不只是要我們的錢 很多民營企業家 現在正在坐牢 嘩 他們想著 都是人先走 好些了 但是人先走 他又怕 大陸銀行裏面 還有很多人民牌 還有很多投資 他們會不會 我人在這裏 是不是更難搞 所以他們真的進退 錢先走 錢先 原本是最好的 但是呢 要將那些錢走資 需要時間 可能要半年 可能一年才把我們的資金走 在這一年之內 可能他們就來抓我 說我什麼偷稅漏稅 搞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他們因為想充公我的財產 共產黨是這樣搞的 他抓了你 他說你啊 你偷稅漏稅 你做過什麼什麼不好 就把你找到 還有其中一個懲罰 就是把你的財產全部充公 因為你不遲 你看看 是騙政府騙來的 充公 是嗎 所以他又真的想 讓人走 就是那些不捨得錢的人 就想辦法錢先走 人在後走 但是他們的麻煩 就是錢走了 就是人可能被人抓走 所以那些 有些富豪 就是我認識的 他們現在是想 將小部分的錢先走了 那比較容易 那所謂小部分 你知道富豪 對他們來說 幾百萬美金 就是小儀科 就是我如果能夠 將幾百萬美金 匯到西方國家 那我已經夠用了 我現在譬如說 我這個富豪 現在是50歲的人 哎呀 我最多再過三四十年 就沒命了 這上我幾百萬元庫就夠用了 那我就走了 就留了幾千萬 在中國大陸 慢慢再算 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就是足夠的錢 我可以繼續生活 然後到了外國之後 再想辦法 將其他的錢運出來 也都有 是 講到這個經濟 我們講第三個新聞就是 北京對這個經濟崩潰 已經是毫無辦法的了 中共最厲害的就是 找人背黑鍋 那這次就找了李強 李強就被中共選中 背這個大黑鍋 但是這個大黑鍋 不是一般的大黑鍋 那為什麼中共會選這個李強呢? 你剛才講的背黑鍋 背黑鍋 這個是共產黨的一貫守法 尤其是阿習 阿習呢 他為了獨攬大權 他一上台無多久 就搞了很多領導小組 大家可能都知道 這個人是很荒唐的 本來共產黨是應該要 連他們自己共產黨的人 都有一個體制的 共產黨是管什麼 意識形態啊 思想工作啊 什麼什麼 國務院呢 是要管那些 管經濟啊 管金融啊 管什麼民生啊 有些分工的 但是呢 他為了奪權 因為如果你 連國務院是可以管這些東西 那你都是有一定的權力的 你管金融 你手上都有一定的權力 你管經濟 你手上都有一定的權力 所以他就搞了很多領導小組 什麼什麼金融領導小組 什麼什麼經濟領導小組 什麼什麼交通領導小組 什麼什麼交通領導小組 銀行 總之搞很多領導小組 那誰是組長啊 全部 幾乎全部是阿習 做這個領導小組的頭 那他用這個小組的辦法 是間接將你駕空 讓你國務院沒有權 什麼權 但是呢 最近呢 就像阿里利剛才說的 那個金融領導小組 那個權呢 就落在李強那裡 好奇怪啊 哈哈哈哈 其實都不奇怪的 大家想一想 李克強的時候 不是出現這個疫情的嗎 是非常嚴重 非常 真的非常勒手 怎麼對付這個新冠病毒疫情 那當時呢 共產黨又搞了一個 這個戰勝新冠病毒領導小組 新冠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那誰是組長啊 李克強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阿習知道 這個新冠病毒疫情很麻煩 很可能是失敗的 它是沒有把握的 是吧 這可能是最後變成一個黑獲 那這個黑獲 它不想握的 那就是給李克強 就是這樣 那現在呢 換句話說 阿習自己看得出 哇 金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極大的鼻雷 隨時會爆裂的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 碧桂園 恒大 什麼什麼 那些 很多大公司 現在都出現 經濟的金融危機 面臨破產 面臨破產 就是說我 我沒有錢還債 那沒有錢還債呢 它們 大共產黨又怕 如果他們 全部這樣倒下來呢 會出現 突然間出現大規模失業 大規模什麼 就會出現社會動搏 所以呢 共產黨就想他們 慢慢 慢慢 慢慢死 不要一夜之間死 那是什麼辦法呢 現在正在搞的事情 它就 用它的權力 叫那些銀行 喂 你借多些錢給它 借多些錢 不要讓它破產 但是 就是在搞一個 快來會來的 極大的金融危機 因為銀行 你借錢給一間面臨破產的大公司 大家要知道 碧桂園是世界最大的 房地產公司 英文叫做Country Garden 而恆大是第二大的 哇 那這兩間 因為它們最大 所以大家在那裡說 但是 中國 據我所知 中國有二十幾間房地產公司 都是好像恆大和碧桂那樣 債務高足 是非常危險的 金融危機 那麼現在共產黨 就押那些銀行 去給它們 其實就是把那個問題 推向銀行 因為你銀行借了錢之後 那些房地產都還不到債 哎呀 那就是等於我銀行 最後有很多那些 所謂的壞帳 是吧 那最後呢 銀行又沒有錢 嘩 糟了 那很多人呢 有可能是很多存款 慢慢 那些老百姓知道 我銀行其實是沒有錢的 我都是債台高足 我都是規管 糟了 那些人怕他們的錢都沒有了 馬上去提款 那會出現那些提款潮 所以最後呢 你銀行 銀行出現提款潮 銀行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 它去哪裡借錢呢 它沒有人借的 誰去 去世界銀行借錢 世界銀行不理你了 任何一個外國的銀行 都不會理你 因為他們知道 現在中國的經濟 是任何西方國家 都是他們沒有信心的 那借錢是什麼 我借錢給你 因為我對你有信心 知道你目前呢 雖有很多錢 一時周轉不靈 但是我知道呢 你將來很快就會賺到很多錢 還我了 那我就借給你了 再多我都願意借 但是現在誰會這麼想呢 誰會這麼想呢 極少數 極少數 你看這個世界頂級的投行 投資銀行投行 這個高盛 高盛 現在也都開始宣佈要退出中國大陸 高盛的第一把手 自己說了一句話 最近說 我們不會不顧一切代價 繼續發展中國市場的業務 這個是說的軟轉一點 意思是說 我們不看好中國市場 我們會走路 高盛 是世界頂級的投行 這個 什麼 摩根史丹利 摩根大通 也是這樣 表面上呢 前一陣子在舊金山 還給了4萬美金 去坐在同一個桌上 和譚少豐生這樣 你知道 人家都對你沒有信心 但是西方人都是很講禮貌的 另外西方人覺得 他們很理智 就是我陪你吃一頓飯 對我沒有什麼大影響 花了兩個小時 花了4萬元 4萬元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萬一你中國經濟可以有救 那我還有份勞 他是這樣想而已 沒有其他的 但是事實上他根本已經失去信心 那我呢 我呢 經常提到一句話 我當時我年輕的時候 我一個 瑞典人的老闆 他跟我說過一句話 他說你要記住 資金是等於那些小鹿 那些動物 小鹿很漂亮 那些鹿 但是小鹿有一個特點是什麼 一有風吹草動 他們是最先走人 他說這些就是資金的特性 資金的本性 所以你要別人在那裡投資 不撤資不走資 你要給別人一個信心 千萬不要讓他們看到風吹草動 一風吹草動 他們就跑光了 現在就是中國大陸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這樣 因為已經最近這幾年 就是戰狼外交 三年瘋狂風控 中美交互 武統台灣 所有這些事情 都是讓全世界的富豪 對中國失去信心 所以他是自找苦吃 經常說別人拿起石頭 扔自己的腳 在那裡做這件事 最多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 就是這樣 他拿起石頭 誰要搞三年瘋狂 是你習要搞的 是你中共要搞的 是吧 誰要搞戰狼外交 是你自己要搞的 是吧 誰要搞什麼武統台灣 全世界沒有人覺得你有道理的 幾乎全世界 是那些被中共洗腦的小粉紅 才覺得我們要祖國統一大業 統什麼一大業 你共產黨從來就沒有統治過台灣 台灣一直都是獨立於共產黨的控制之外 人家全世界都看得出台灣是民主國家 台灣有人權有自由 經濟很發達 人民生活非常好 生活水平 好過你大陸好幾倍 平均來說每一個台灣人創造的財富 是等於大陸人的三倍 就是GDP 人家看得出的 還有台灣的人是很講道理的 做事合情合理的 是符合這個世界的普世價值的 你還要去武統台灣 人家怎麼可以對你加強信心 只可以對你失去信心 所以他是自找苦 他這樣做這些事 就是拿起石頭丟自己的腳 現在他已經很痛了 眼睜可能只剩下一隻腳可以不痛 是 是 講到這個經濟被搞到一團糟 我們講第四個新聞 因為經濟問題 反習的力量 這個紅二代集結 準備就糧劍 這種中共的內鬥 就是要怎麼去面對呢 這件事最有代表性的 為什麼你剛才說的對 就是紅二代 甚至官二代 都是 富二代 他們現在個個 就是我和你剛才說過 說很多我認識的那些大陸的富豪 個個我認識的都是不喜歡阿習的 不喜歡阿習 這個完全是統一的 那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是很典型的說明這個問題 就是劉少奇的兒子劉元 這個人呢 我不認識 但是他幫他做生意的 是有緣見到一次 在德國遇到他 他說爆了很多內幕 不過這個不和這件事 本身有直接關係 暫時就少提一些 那劉元呢 因為他是劉少奇 他是他父親 劉少奇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 和共產黨第二把手 在文革的時候被毛澤東迫害的 這些是共產黨的 做現代社會的 於是將他做的 但是就不能做到的 每天都要做到的 這是現在不是日本的 整個身體這麼一半 倒是一半 就是尤其是一半 互相那些 就是一個普遍的 要做一個普遍的 這這就是普遍的 這個普遍的人 這個普遍的 一夜之間說林彪出途是一個叛途 這些是共產黨的本質 劉少奇後來到了文革之後 鄧小平上台之後就停返了 說劉少奇是被冤枉的 所以之後劉少奇的家人 包括他的兒子留員就翻身了 平反了 不單是平反了 還向上爬了 在軍隊裡面做了越來越高的軍官 另外劉嚴 我提到 我適應了一個人幫他做生意的 因為劉嚴很棒的 他不自己不出面做生意 因為這樣不是太好 他還在軍隊裡面做高官 他就找到一個白手套幫他做生意 這個白手套在德國 我有一年之餘了 聊了整個晚上 他因為人已經開始老了 另外他覺得我人很好 什麼都說給我聽 劉嚴搞這些事情 劉嚴最近在十二一號 共產黨的國殤節發表了一篇文章 好像在網上發表的 社交文章 那些文章是說劉少奇時代 怎樣黨內重視所謂集體領導 黨內民主 說絕對不搞 他為了紀念他老爸 應該是誕誕一百二十周年 好像是這樣 劉雪奇在世上還在一百二十歲 那在這個紀念文章裡面 他就提到他爸爸 劉雪奇很重視這個黨內民主 大家都知道 習是最嚴重的黨內民主 還有強調這個集體領導 習就是一人專政 一專 所以很明顯他那篇文章是劍指習近平 你破壞黨內民主 你破壞黨內的集體領導 他那篇文章還有一句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黨的領導 我們國家的領導 應該是不斷在全黨 全國政府官員 全黨黨員和全國老百姓的監督之下 來做領導 那又是很明顯的劍指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是為所欲為 無法無遷 他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哪會理你 要監督他 是不是 很明顯他的文章發表出來是針對習近平的 那麼 剛才Lily說他們在集結 另外一個證明是怎樣呢 兩個星期之後 大概10月15號 在北京劉會員組織了一個音樂晚會 邀請了很多很多紅二代的人 什麼鄧小平的兒子 周恩來的兒女 毛澤東的侄子 什麼什麼 總之全部都是那些紅二代的人 結果很多人都來了 很多人都來了 在會上大家有機會可以談 聽一下音樂一會兒 聊一下一會兒 其實就是一種可以說背著習近平 在後面大家 夠痛夠痛 肯定沒有人聽的時候他們會說 喂 這個習太離譜了 我們不可以再這樣 他們這樣搞 我們的身家都沒有了 事可忍 屬不可忍 肯定是這樣的 但是不可以公開講暫時 但是呢 在這種情況下 證明他們在集結著 在通水 互相溝通 我熟悉的那些富豪 他們個個都跟我這麼說 現在在富人村裡面 富人村裡面有很多都是紅二代的人 他們個個都很討厭習 所以這個紅二代 目前還是有一定的權力基礎 他們因為人脈很厲害 因為爸爸都是什麼大人脈 所以我覺得呢 肯定劉元之所以這樣做 就證明他們有一定的把握 所以習真的坐在火山口上面 嗯 沒錯 那看一下 吳先生有沒有要補充的呢 我想差不多了 講來講去就是大家千萬不要不記得 聽了共產黨講的話之後 一定要想一想 真還是假 因為做人 在這個世界上做人 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 一定要能夠分清是非 分辨善惡 分出好壞 那我們就自己永遠會 對我們的人生 對我們周圍的人 還有對社會 對世界都會有好處 建政以來 一路是破壞人權 不單單是破壞人權 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人權惡棍 一點都沒有誇張 由他當權到現在 一路都是迫害人權 年輕的人可能不知道 我年紀大了 我還記得 他們一上同武幾六五十年代 就在搞那些什麼三反五反 鬥地主 那些其實都是一種人權的迫害來的 人家是地主 你為什麼有什麼道理 要把人家抓到廣場 要他們向農民什麼道歉 就被他們打 打到半死 又充公了人家的田地 還有有些就混了 有些甚至被人家打死 我記得我阿嬤 我年輕的時候 即我很小的時候 可能三四歲的時候 我一次問我阿嬤 我阿嬤說 我的朋友說他們有個阿爺 為什麼我沒有阿爺 那阿嬤就跟我說 因為你阿爺早死 哎呀 其實是好事 他早死 要不然更慘 我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我都不明白 後來大一點了 懂事一點了 我才明白 原來我阿嬤的意思是 我阿爺是死的一年 就是我出生之前的 就是四七年 他意思是說 如果他不是短命 是長命 兩年之後共產黨就來了 我的組織是中山 現在廣東的中山縣 中山縣 說起來有件事 可能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家庭的家事 我阿嬤是孫中山先生的鄰居 就是這個中山縣翠鏗村 我阿嬤她的老家 和孫中山的老家 是捱著的 是鄰居來的 我阿嬤呢 就和孫中山先生的姐姐 是老朋友 好朋友 青梅竹馬的朋友 當時總之 我明白我阿嬤為什麼說 我阿爺如果長命一點 就更慘 因為共產黨來了 共產黨會把我阿爺 作為打擊的對象 把她上手綁在後面 然後給農民 鼓勵農民去清算它 其實很多的農民 根本就不想清算的 我阿嬤跟她說 我阿爺當然不是神 不是十前十美 但是她當時對那些農民是很好的 還有她還捐了很多錢 去在我們鄧家村那裡 我阿爺就不是在翠鏗村 就是在鄉山 現在叫鄉山區那裡 那條村呢 還捐了錢去建一個祠堂 還有一個圖書館 因為她覺得農民的潛途 一定要掌握多些知識 所以她就捐了一個圖書館 總之我的意思是 從那時候開始 她就一直 凡是她認為是不聽話的 或者是潛在的敵人 因為共產黨 是靠欺騙那些窮人 來幫他們罵革命的 他們將那些有錢人 全部說是壞人 是啊 其實那些地主 其實是好人的 好像你爺爺那樣 他是地主 他也是捐了很多錢出來 給一些窮人 其實很多地主是好的 是好人的 就是被中共抹黑 說他們是壞人 是啊 其實這個地主 等於一個現在公司的老闆 總裁 這個公司總是有人管的 他當時管的就是 可以說是一個大農場 裡面有田間有果園 他是一個大農場的大老闆 你不可以說所有老闆都是壞人 老闆裡面有好人有壞人 壞人是少數 好人是多數 老闆一樣 大多數都是好人 也有壞人 這個沒有分階級 但是共產黨就是搞那些階級學說 階級學說 你跟我們去罵革命 這樣打個落花流水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中共就是一個人權惡棍 到後來 要鬥那些知識分子 騙那些知識分子 他們百花齊荒 百家爭鳴 大家歡迎大家來講 批評我們共產黨 結果有些很多知識分子 信以為爭 為什麼最後怎麼樣 其實是引蛇出動 毛澤東自己都說 這個不是陰謀 是藥謀 我們要發現哪個知識分子 是對我們不好的 要改造他們的思想 很多知識分子 在十個月的所謂百花齊荒之後 全部被捕捕了入獄 去坐牢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做法 不但知識分子 對地主是這樣 對西藏那些佛教徒 一模一樣 他們也是這樣騙人的 1952年他還答應 達賴喇嘛 說你們放心 我們新的中央政府很尊重 這個宗教自由 你回去跟西藏香港 不用怕的 新的共產黨政府是很好的 結果七年之後 就人民解放軍 五萬人民解放軍 大軍直入西藏 將這些無數的西藏人殺害了 當時達賴喇嘛就逃亡 逃到印度 一直到今時今日還在印度 這就是人權惡棍的業績 他不只是這些 一直都是這樣 後來壓迫西藏人 後來又輪到維吾爾族的人 後來又鎮壓民主 民主運動 新的萌芽的運動 大家都知道六四大屠殺 這是極端的人權破壞 甚至這個大躍進其實都是一種人權破壞 餓死四千萬中國人 後來又鎮壓法輪功 法輪功是修煉真善忍的人 是想做好人都不行 因為你做好人 你會不聽我共產黨的話 因為我共產黨是像黑幫幫主一樣 我是想你們跟我去做壞事的 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權力 權力 越來越多權力 最後稱霸世界 你不跟我做 你要修真 修善 修忍 不行 猶而不行 無數的法輪功學員 是屬於中國大地的好人 甚至是最好人 全部受害 最後到香港了 一樣 吳先生 我想插一下 對不起 講起法輪功 他跟周庭有點相似 周庭是想拿回這個護照 被逼去送中 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說 有一個簽什麼保證 好像周庭那樣 你簽就給你自由 你不簽就可能 抓你去坐牢 甚至活摘 這個也是跟周庭 這一次的遭遇也是一樣的 但是周庭呢 他是曝光出來 大家才知道的 如果不曝光呢 真的 大家不知道 還有很多手足之類的 香港的手足還有很多的 其實是冰山一個 是啊 Lily 你有些神通 其實我是想講這裡的 對不起 我插了你的話 你說 很多相似的地方 因為我們在人權工作 大家知道 我在這個國際人權組織 德國最大的人權組織裡面 是專門負責中國人權問題的 所以直接是慶祝難輸 他們的人權破壞 你剛才講 周庭那個情況 和法輪功被迫害的學員的情況 很多相似 非常相似 有兩種相似 一種就是 當他仍然在香港被送中 所遇到的人權破壞 和他現在 人已經在加拿大了 要去回大陸的時候 也都會遇到人權破壞 甚至很可能 在加拿大都會遇到 中共的人權破壞 那這些是法輪功 因為我們這個人權組織 是追蹤很多這方面的 也不是只是法輪功 西藏人 維吾爾人 人權律師 民主運動的人等等 所有被人權破壞的 我們都會追蹤監視收集情報 然後公知於世 因為唯一最好的辦法 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 中共的人權 那麽講回周庭 周庭他被送中 和被威脅 他要簽這個簽那個 要不是不給他護照 這些情況 我跟他說 其實他的情況 已經沒有法輪功學員那麼嚴重 法輪功的學員很多 以成千上萬 給他們 因為他們修煉真善忍 他們被共產黨的公安 或者國安捉了去之後 根本就沒有 你簽了會國書 都不一定放你出來 他騙你的 他說你簽了會國書 簽了什麽保證書 我們就放你出來 結果簽之後 他仍然不放你的 經常是這樣 還有最慘的是什麽 很多法輪功學員 除了在監獄裏面被打壓 被接受酷刑 非常殘忍的學員 各種的學員 用煙頭去燒你 用電棍去電你 或者是坐老虎椅 打拳打腳 什麼都有 不單單是這樣 那些年輕的 健康的法輪功學員 就成為他們活摘器官的犧牲者 這個可以說真的跟這個 當時加拿大一個人權律師 他調查了之後 這個大衛馬達斯 他講的一句話 真是很對 他說 他發現他自己是一個猶太人 他曾經是幫過很多猶太人 因為被迫害 去伸張正義的 他雖然知道猶太人受到很多殘酷的迫害 但是他看到法輪功被迫害 他說 他看到的事情 他有證有據 他認為這個是我們星球上最邪惡的迫害 這個我們星球上最邪惡的迫害 大家知道這個嚴重是多少 他每年殺多少人 割多少個內臟去賺大錢 我們沒有辦法計出來的那個人數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他每年進行的器官移植 在中國大陸 是由2005年到2015年這10年裏面 每年進行的器官移植 是有大概6萬到10萬數目 那這6萬 像他取終 我說是8萬 平均每年是8萬 8萬個器官移植 但是中共到目前為止 當人權組織或者是紅十字會 或者是什麼提出來 要他們拿出證據 這些器官是哪裡來的 到目前為止 他們沒有辦法拿出一個 令人滿意的答案 開始的時候 他說這些是捐贈的 我說OK 如果德國也有捐贈器官 人家可以完全 每一個捐贈器官 人家叫什麼名字 他簽什麼紙 他願意給人拿什麼 全部都有記錄 他的家人是同意的 還有人家是等人 這個人去世的時候 馬上 他如果答應的話 將他要捐贈器官 割出 中共到現在 沒有辦法拿出這些證據來看 他就說是捐贈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是最不喜歡捐贈什麼器官的 這個 因為中國很多人相信 祖先以前那些說法 一個人如果死了 如果人有一部分的身體不在的時候 是會為他的後代帶來不幸的 所以很多中國人不想捐贈器官 我們也查過他們的捐贈器官 少知道 少得不得了 到今時今日都是很少人捐器官的 那個人數 我當時記得好像是幾千人 幾千人你怎麼可以滿足每年 平均八萬個移植手術 不可能的 好了 到全世界的人權組織和其他組織 向他們施壓 要他們拿出證據來 他們就說 OK 我們說老實一下 其實不只是在捐贈那裡 有一部分的器官 是在那些死刑犯拿來的 即是已經判了死刑了 第一大家要知道 在西方的人權概念 即使是死刑犯 沒有得到這個死刑犯本人的同意 你都不可以 都是你的器官 而死刑犯被判死刑 即使他同意的人都會懷疑 是不是被迫同意 因為他是死刑犯 是肉除砧板 所以即使是死刑犯 也都是不人道 也都是違反人權的 但是都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死刑犯每年在中國大陸 共產黨是不宣布有多少個死刑犯 是國家機密來的 我們人權組織通過各種權道去收集 有不同的統計 最少的是每年2,000 最多的是7,000 即是由2,000到7,000之間 每年被判死刑 我拿的最終 譬如說4,500 4,500人被判死刑 怎能滿足6萬個器官移植 將你捐贈的也是幾千個 加上來 最多加上來可能是8,000 8,000人的器官 怎能滿足6萬到10萬的器官移植 後來我們發現 原來很多健康的 年輕的法輪功學員 離奇失蹤 被他們關了車 永遠不出來 他們的家人 有些根本連通知都沒有通知 就是消失了 在地球上消失了 他們的兒子 或者他們的先生 或者他們的朋友 都消失了 或者女兒 真的非常慘無人道 有些可能比較 所謂行運的家人 就得到通知 說你的兒子 或者你的女兒 在監獄裏面 所以他們在香港打壓香港 就是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我是相信的 我是相信 第一 他們97年以後 已經將香港的警察 進行非常高效率的洗腦 因為其實香港警察在97年之前 在亞洲是屬於最合情合理的警察 是不會動不動的濫用暴力的 這個是香港警察有的名字 因為可能這個 有一部分是多得英國的傳統 但是在歐洲都是 英國的警察 一直傳統上是被認為最少用暴力的警察 但是當然了 到現在這個世界恐怖分子 泛濫 有時用暴力的 但是它總體來說 是盡量避免用暴力的 香港警察也是的 很少出動這個殘酷的暴力 來鎮壓 非常少 但是這次反送中 就完全反送了 為什麼 第一 二十年的洗腦 就是中共所謂接管香港之後 就向不斷洗腦 以及將那些警官換了 換到它要的人 包括現在特首李家超 他以前是警察頭 還有當時反送中 我相信這個消息就是 中共當時認為 開始的時候 香港警察還沒有夠強硬 所以當時派了很多大陸的武警去香港 穿起香港警察的制服 所以為什麼很多記者 拍到一些示範 某些人都是這樣說 那些無益的人 說有些警察 不懂得說廣東話的 或者說廣東話是很強烈的 口音的 很可能他們是大陸過來的 我說不是很可能 完全可能 所以對於香港人 他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可以完全理解 周庭不上法 他應該沒有法律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很多在德國 或者歐洲類似的情況的人 不是香港人 我說是以前其他被迫害的 比如說民運的人 或者是法輪功的學員 他們已經得到政治庇護了 留在西方國家 當他們說有些是不需要政治庇護 就是作為移民 就到了德國 我認識有幾個 很早就來了德國 他們來德國的時候 都還沒有法輪功學員 在德國接受了 遇到法輪功 開始修煉 他們想回到家裡探親 幾乎每一個 去中國大陸回來都跟我們說 說在中國大陸探親的時候 有國安的人去找他們 因為他們已經是入了德國籍 我現在說他們已經入了德國籍 或者是已經有永久居留 他們就沒有那麼容易 將他們拉去坐牢 但是他們會做什麼呢 跟他們談 說中國現在怎麼發展偉大 西方人不想中國崛起 所以用絕對辦法 說這些洗腦的事情 還有他們會提出要求 要求是什麼呢 你幫他們做事 他們就 歡迎你以後再回來 不會跟你搞麻煩 那是答應什麼條件呢 你要回到德國之後 你要幫我搜集 發輪功的信息 誰是發輪功 住在哪裏 誰是他的朋友 他是什麼職業 什麼什麼什麼 你幫他收集 提供給他 他就說 以後歡迎你回祖國 談談 搞這一類的 這些人 他的做法 和黑幫是沒有分別的 黑幫都不是動不動用暴力的 你聽我說我就不用暴力了 很簡單的 他就是要每個人聽他說 你不聽話 我就全都可以了 所以我非常明白 我也同意 我覺得周庭這個決定 可能以後都不再回來 他可能說 那些領域不會回香港 他應該說 共產黨一天存在 我就不會回香港 那就正確 中國沒有了共產黨之後 我建議周庭可以正正地回香港 我都會回香港 是啊是啊 到時所有的手足都可以回到香港了 新香港 是啊 我現在不去香港了 對不起 可以講一個小秘密給你聽 就是我以前 就是2014年之前 不是2013年 其實2013年前 我久不久都會回香港的 但是2013年的時候 德國安全部的人 你找我 我說喂 你因為是人權人士 我建議你最好不要回香港了 因為為了你的人生安全 我當時挺佩服德國的那些安全部的人 他們的消息很靈通 他們當時都還沒有發生這個 反送中、國安法 他們已經跟我說了 他說他很早 他2003年就跟我說 你不要去大陸 去香港還可以 就是為了你的人生安全 但是2013年之後 10年之後 他就跟我說 香港你都不要去 為了你的安全 而且教我怎麼樣 注意什麼 就是德國 注意什麼 他們會盡量保護我 但是我自己都要注意安全 那你就明白了 共產黨的滲透是無恐不入的 不過呢 我也有幸住在德國 因為德國那些 安全部和德國那些反特務的人 是比較效率高 比較效率高 他們都知道 中共那些特務在德國做什麼事 只是有時候 他看到他都不出聲 因為我知道有時候 他是想一網打盡的 所以找到一個特務 他就要知道 所有你的同伙是哪些人來的 還有他們很厲害的 他們有一次抓了一個 專門為中共做間諜 做特務 來刺探這個法輪功的一切 一切詳細的事情 就是法輪功準備做什麼 他們現在是否準備搞示威 在哪裡 或者做什麼 總之他們要合什麼 你都要了解 這個人 結果在2010年的時候 被德國的安全部和盤拖出 還交警察官來控告他 控告他 說他一直在從事 大概有差不多10年的時間 從事為中共的國安局提供 關於法輪功的所謂情報 就是法輪功的消息 還有這個是違法的 但是在那個控告書裡面 我們有些非常impressed 印象很深的 他們作為一個證據還說 這個人某年某月某日 在北京某某飯店 見到國安局的一個某某官員 在那裡長談三小時 他們都知道 還有這個國安的人來到北林 在德國和中共大使館的一個官員 又是在某某咖啡室和他見面 又談了不知多少長時間等等 全部被他喊了 非常詳細 還有這個人寫了三百頁的報告 關於法輪功的 就是那些很無聊的資訊 比如說某某人住在哪裏 哪個是他的朋友 他的愛好是甚麼 職業是甚麼 他經常和哪些人有來往等等 寫搞這些事情 結果因為德國的安全部很厲害 所以他的律師都沒有辦法 他就只可以喊他 你認罪了 你不認更慘 結果他在平常全部認罪 全部認罪 罪名成立 所以我要說的是西方那些 雖然西方那些政要很多 為了中國的市場 他們最近這幾十年來 好像不太理會中共的人權 但是每一個西方國家都有一個安全部的 都有一個特務反間諜組織的 他們一直很清楚中共是騙人的 所以有時候這些安全部的人 他們是對他們的政府有點失望 那些政府的人不是傻了的 他們都知道他們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看錢份上 為了不得罪他 得罪了共產黨 可能沒有生意做 他也都 你裝假騙我 我又裝假 你呢 你好我好 做了生意再算 但是他們 他們所不知道的 當時 不想到的是甚麼 你和他做生意 本身不是一個錯誌 但是你和共產黨做生意 等於和黑幫做生意 最後呢 你的經濟呢 會嚴重依賴共產黨 那時候呢 你有朝一日 共產黨對你越來越不好了 你想和它斷絕呢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有依賴 你依賴很多中國的貨物 中國的供應鏈等等 這些全部依賴性呢 是會被他們利用作為武器來對付你的 我經常是這樣提醒很多西方的政要 所以總之 講回來周庭呢 我完全很理解 他現在決定是不再回去的 我希望周庭呢 很快有朝一日 跟我一樣都願意回香港 那就是說呢 共產黨就已經跨了台了 我講了十年了 我提到歷史了 我在北京也好 香港也好 大陸其他地方 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經常都想我回去和他們見面 但是他們都知道呢 我之所以不回大陸 是因為窮產黨 對我有人身安全的威脅 但是呢 他們現在最近這幾年呢 經常呢 寫信給我的時候 他們會寫 唉 我們現在真是很希望 很快 你就願意來中國 見我們了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希望很快 共產黨約 是啊 是啊 真的是 是啊 真的是這樣 但是有 密碼來的 是啊 所以呢 就是有無數的周庭 真的有 都是有無數的 好像吳山那樣的 就是回不了香港的 就是香港的手足很多 是啊 所以我都非常希望有一朝一天 可以自由又回香港 唉 他們真是 共產黨真是何人不前 香港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被他們搞成這樣